顶级房车大厂的旗舰车款 首度在台湾亮相 全台系那两台要靠内装奢华配备 迎战法兰克福车展 延续传统大小头灯 车头立体设计增加前卫感 内部主控板用钢琴烤漆打造时尚感 熄火后方向盘还会自动升起 让驾驶下车更方便 黑色钢琴烤漆 以及卡本的部分 而这个部分是在其他的母线上面 是不能做选配的 黑白拼色外观运动化线条充满肌肉感 PRIGO在法国法兰克福车展前 释出最新概念小跑车 双门四座设计 内装超强未来感 排档杆后方触控荧幕操作更方便 零到一百公里加速6.8秒就能完成 除了几款高端的超跑发表以外 包括像賓士的Sea Coupe 也会在这次车展发表 环保跟科技的诉求一定还是车展的主軸 专家分析超跑僵士车展亮点 而新科技和环保也是新趋势 宝蓝色外观八眼LED头灯 中心围棋和夸张的空力套件 打破以往古典线条风格 要拼超跑市场 银灰色流行外型Bugati顶级超跑 搭载8.0升4涡轮增压引擎 0到100公里加速只要2.3秒 急速上看460公里史上最快 预计明年亮相 售价不便宜要价8000万台币 新车抢在车展前曝光吸引车迷目光 也期望能延续热潮 在车展中卖出亮眼成績 东森产机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